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一家人 有必要这么绝情 有必要这么做吧 你这么做有没有想过丈夫 不管怎么样 你也要尊重婆婆的 如果你也像这个女人一样 那么等待你的肯定是悲剧 一起来看看 案例故事分享人 63岁的李大妈 我知道我儿子肯定会责怪我的 就算不同意也莫必要把他老婆赶出去的 可是面对这个事情我觉得我没有错 我儿子要责怪我的话那就责怪吧 反正要是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 我还是这么做的 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一旦同意这个事情了 以后就会没完没了的 甚至我也知道 我儿子是靠不住的 老人年龄大了以后 能够让你依靠的就只有你自己 你的儿子结婚了 你觉得你的儿子心里面还有你吗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儿大无娘 意思就是说你的儿子长大了 结婚了 成家立业了 那么心里面就没有你了 不过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因为儿子长大以后确实有他 自己的世界也管不了那么多的 所以我也不会责怪我儿子责怪我的 哪怕我儿子真的责怪我了也无所谓 毕竟这个事情 我也只能够这么做 可是我朋友却觉得我错了 我朋友跟我说 打狗也要看主人的 更何况这个人是你儿子的老婆 你这么做有没有想过你儿子 万一让你儿子来为难你怎么办 手心手背都是肉 总不可能说让你的儿子为难你吧 到时候你又该怎么选择 这个事情你就应该同意 反正你在家也没有什么事情做了 出来锻炼身体又怎么了 还能够赚点钱 那样子的话 这个家庭和和睦睦的多好 我年龄比你大 我现在都在外面工作 我都觉得挺好的 那你为什么觉得不好呢 你有没有想过你儿子啊 我跟我的好朋友说 锻炼身体还能够赚点钱 确实是挺好的 但是我儿媳妇太过分了 要不是他过分的话 我也不会把我儿媳妇赶出去 更不会这样对待他 而且我觉得这个事情我没有错 一旦开了这个头就会没完美了 就算我儿子以后会跟我闹 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如果连我自己都不能够对我自己负责的话 以后还有谁对我负责 所以我觉得我没有错 这个事情你也别说了 做都做了又能多说什么呢 说那魔多有什么用呢 我朋友跟我说 算了吧 该说的我都已经跟你说了 反正 我希望你能够明白这个事情吧 要是因为这个事情 害了整个家庭就不好了 赶紧去道歉 赶紧去接回来吧 我觉得我没有错 今天我把这个事情说出来 大家给我评评理吧 就是你们的话 你们会这么做吗 难道真的是我错了吗 早上的时候 我儿媳妇回来了 那时候我以为回来是帮忙照顾孩子的 我这几天不知道怎么了 居然会发烧 那时候我还以为 自己怎么了最近 开放了 然后很多人的阳性的 最大的共同点都是发烧的 然后我也发烧 所以我就赶紧让儿媳妇 回来帮忙照顾孩子 要是出事情了 那就难受了 我给儿媳妇打电话 这几天我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 发烧了已经好几天了 不过慢慢的没那么难受了 你回来帮忙吧 我都不知道怎么了 我要去医院那边检查一下 要是有什么事情的话 我就没有时间照顾孩子了 这几天我身体不大舒服 孩子也特别折腾 我也怕感染给孩子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所以说你还是回来吧 就这样子让儿媳妇回来 回来以后儿媳妇对我没有好脾气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不舒服 让她回来照顾孩子 这都不可以吗 我还想问怎么一回事的 然后她就主动跟我说自己的事情了 而媳妇跟我说 我太难了 我爸妈又问我要钱的 我都不知道我爸妈是怎么花钱的 我们每个月都给他们两千块钱了 然后他们自己也有好几千块退休金的 可是这还是不够花 刚刚还问我要钱 我都不知道怎么做了 我的钱又不是大风挂来的 我跟我丈夫的钱刚刚好够花而已 还有什么钱呢 那时候我还以为是要我给钱的 可是我也没有什么钱 我的退休金就两千来块钱 绕过孩子还有家里面的开销都差不多用完了 然后我无奈地跟她说 本来我想帮忙的 但是这个事情确实是帮不了你爸妈的退休金比我高得多 然后你们每个月都给他们钱 他们都不够花 我哪里有钱 我的钱也刚刚好够花而已 家里面两个孩子不用吃饭吗 不用交学费吗 什么都是我给的 而且我自己要花钱根本没有多余的钱 我说的都是事实 并不是说我穷 我所有的钱都花了 哪里还有什么钱 我还以为我这么说了这个事情就到此结束了 毕竟我也帮不了这个忙 可是儿媳妇却笑了 然后她笑的跟我说 我知道你没有钱 我也没有说过要问你要钱 如果我要问你要钱的话 早就问你要钱了 不过这个事情我确实想找你帮忙的 也只有你才能够帮忙的 而且工作我都已经找好了 你就帮帮我吧 帮我就是帮这个家庭 如果让我父母他们不断地问我要钱的话 我们这个家庭就不用过了 你也知道 我的钱还要买化妆品护肤品 根本拿不出什么钱给他们 每个月给他们两千块钱已经足够多了 可是他们却不断地问我要钱 我哪里有 所以我才想你帮忙 听到儿媳妇这魔说 我就纳闷了 我刚刚都已经说了墨钱了 然后她也说了能够理解我 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还让我怎么帮忙 墨钱的话拿什么给他们呢 别说两千块钱了 我每个月就两千多块钱 除了开销剩余二百块钱都已经投降了 能够给他们二百已经很好了 可是这二百对于他们来说有什么用啊 他们几千块钱都能够花得完 又怎么会在意这二百块钱呢 那我怎么办嘛 难道要把我卖了吗 还是怎么样 没有说话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反正这个事情我觉得我帮不了忙 然后儿媳妇再一次跟我说 你不用害怕我又没有说让你做什么问 只不过是要你帮忙而已 而且这个事情我觉得你可以帮忙的 反正你在家也没有什么事情做是不是 如果你在家很忙或者说没有时间的话 那确实不能够找你帮忙 问题就是你没有事情做呀 所以我才来找你帮忙的 我觉得就只有你可以帮我了 我也实话实说吧 我有一个朋友他开了一家餐店 但是现在却找不到做后厨的助手 平时就是负责洗碗 拖地 洗菜这些的 也没有什么难度的工作 然后我就想让你过去帮忙 我那个朋友说了 如果我要你过去的话 最起码每个月给五千块钱是辛苦了一点点 但是每个月都有五千块钱啊 五千块钱虽然不多 但是也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如果你把这五千块钱给我父母的话 到时候我父母他们就有钱花了 他们就有钱养老了 然后就不会问我要钱了 你说是不是这样做就能够解决我父母这个大问题了 而且你也可以锻炼身体 对你来说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是不是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帮我吧 这也是我为时魔要说那么多 然后再跟你说这个事情的原因 主要做的目的就是想让你帮忙 而且我也想让你理解一下我 我是真的不容易啊 我天天上班 到头来也没有什么钱 我还得照顾你的儿子照顾这个家庭 而你在家什么都不用做 虽然你退休了 但是还是可以继续发光发热的 为了这个家庭也是为了我父母 不然的话哪里有钱给我父母 总不可能说问你儿子要吧 你儿子有钱吗 如果你儿子有钱的话 我就不回来打扰你了 你儿子莫钱了 为了这个家庭也为了你自己的生活 这个事情就这么定吧 明天或者说什么时候有空 然后你就过去帮忙吧 等一下那个地址我就发给你 你过去以后跟她是我的婆婆 然后他们就会知道这个事情了 一切他们都安排好了 而且我跟他们说了中午的时候你留在那里吃饭 他们会免费的提供一顿饭的 晚上的时候你回来照顾孩子 对孩子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失 反正中午的时候孩子可以在学校度过的 晚上才会回来的 那样子的话你的问题也解决了 我的问题也解决了 这个家庭的问题都解决了 这不挺好的吗 说到底了还不是想占我便宜吗 我年龄比她父母年龄大 然后我身体也不舒服 现在还发烧回来 以后不是照顾我 而是要我去帮忙 而是让我去工作赚钱给她父母 花给她父母养老 你觉得这个事情我会同意吗 别说我不同意的 要是你们的话你们也不会同意吧 所以我果断地拒绝了 我怎么也没有找到 我拒绝以后儿媳妇居然发脾气 明明就是儿媳妇的错 凭什么发脾气 最后我忍无可忍跟儿媳妇说 本来我想好生好气跟你说话的 没想到你这么过分 既然在你心里面就只有你的父母 那你就给我滚吧 你自己去想办法吧 你自己去赚钱给你父母花吧 与我无关 你都没有把我当一家人 我何必厚住脸皮辛苦地把你当一家人呢 一直以来我都对儿媳妇挺好的 可是儿媳妇却得寸进尺 既然是这样子 那就给我滚吧 事情就是这样子的 面对这个事情 要是你们的话你们会怎么做 难道我当做错了吗 面对这个之前 我觉得你没有错就这么说吧 如果你不把你儿媳妇赶出去 那磨到头来后悔的肯定是你 一旦开了这个头 以后的事情就会没完美了的 现在让你赚钱给他父母花 以后肯定还会这样子 甚至很有可能还会再过分的 要是那样子的话 那磨你的日子还要不要过 本来你已经够辛苦的了 要照顾自己 还要照顾两个孩子 现在还要你去上班赚钱给别人花 这不就是为难你吗 既然在你儿媳妇心里面没有你的位置 那你也没必要跟他说一家人了 他都没有把你当一家人 你把他赶出去就对了 所以说你没有错 要是我的话我也会这么做的 毕竟每个人都要对自己负责的 如果你都不对你自己负责的话 没有人会对你负责的 而且我也希望通过这个案例 让所有的女人注意 对待婆婆不能够那么过分的 不管是你的父母 是你的父母 你的婆婆也是你的父母 对待他们一定要一碗水端平 公平公正明白了吗 在你心里面不只是有父母 更是有公共婆婆 只有这样子这个家庭才和睦的 明白了吗 谢谢你已经看我的故事 您喜欢视频分享来到别人 记得订阅频道 接受视频通知